- 白宮擔心聯邦政府又停擺 蓄國會通過臨時撥款法案 白宮警告眾議院共和黨人彈劾調查拜登將識得其反 禁止為美成年人造變性手術德州高法允許新發明日生效 阻止亞洲選舉顛覆案下週聽證 特朗普拒絕認罪亦不會出庭 明年約勝選會否將政敵關監獄特朗普揚言戒時許章別無他選擇 大法官托馬斯公布最新財務報告共和黨金主陳為他豪華旅行賣單 麥康萊爾再次當眾法外失語 國會醫生稱他身體狀況良好 衛生部高官披露重要信息拜登政府疑似放鬆大麻管制 8月31日白宮敦促國會通過一項提供短期資金的臨時撥款法案 已確保本國財政年到9月30日結束之後 聯邦政府仍有資金繼續維持運作 據美聯社報導 白宮與孫管理辦公室一位官員透露 國會需要在下個月通過一項臨時開支法案 以防止聯邦政府因為沒有錢而部分停擺 另一位力明的官員指出 如果國會不及時批准新的臨時開支法案 10月1日新裁年開始時 聯邦政府一些部門又可能會暫時關閉 便會威脅數百萬美國家庭依賴以為新的聯邦福利計劃 到目前為止 白宮與共和黨人控制的國會眾議院 還未就2014裁年開支法案除得共識 不過好消息是 存在分歧 但雙方都不希望出現政府停擺的暫戒狀況 8月27日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他實際上希望提出一項短期撥款法案 認為政府停擺對美國民眾造成傷害 他同時指出短期撥款法案將會為眾議院提供較多時間 而通過他的新裁年開支計劃 這個將會有助於眾議院共和黨人 和民主黨人控制的參議院進行談判時具有影響力 由於國會眾議院共和黨人對總統拜登發起 彈劾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白宮發出警告 稱共和黨人這樣做只會對已經4分5裂的國會產生反作用 眾議院共和黨議長麥卡錫讓言 共和黨人最早可能在9月啟動對拜登的彈劾調查 共和黨人指責拜登的兒子 以恨特拜登在商業和遊說方面存在腐敗行為 並為此猛烈評擊白宮 一些保守派媒體也開始關注拜登家族可能涉及腐敗的問題 特別是在拜登政府的司法部對前總統特朗普 提出了多項聯邦刑事指控的背景下 一些共和黨人和選民希望和出於政治動機的調查戰害鬥爭 儘管如此,白宮仍然堅定地認為 如果眾議院共和黨人堅持進行一項以拜登家族財務為中心的調查 共和黨人所受到的傷害將會超過他們對拜登的傷害 白宮發言人伊恩·薩姆斯這個星期說 這種毫無根據的彈劾行動對國會共和黨人來說 將會是一場災難 不用聽我來說些什麼 只要聽聽共和黨人的呼聲就知道 他們承認他們的虛假指控並沒有任何證據 強行搞這些黨派出頭將會識得其反 8月31日德克薩斯州高等法院 允許一項新的州法律在9月1日生效 各式法律禁止為未成年人重變性手術 因此德州成為了對變性兒童實施 這類限制的人口最多的州 代表家人和醫生提起訴訟的法律維權者 包括美國公民自由聯盟都指責該法律 和德州法院當日的裁決很殘酷 上星期德州一位地方法官裁定 禁止為未成年人重變性手術的法律 侵犯了變性兒童和其家人尋求適當截醫療護理的權利 並且侵犯了醫生登從完善基於證據的醫療指南的能力 該法官發佈了臨時禁制令 已阻止該法律9月1日開始實施 德州官員隨即向該州最高法庭提出上訴 目前全美已有20多個州出台法律 禁止對未成年人提供某些性別確認護理 儘管有些法律還未深厚或已被法院擱置 德州這個法律禁止跨性別未成年人接受激素療法 青春期阻礙劑和變性手術 儘管醫學專家指出兒童很少接受這類手術 法律規定已開始服用金融藥物的兒童 必須在醫生指導下停止服用 支持德州高等法院當日判決的保守派組織 德州價值觀的政策總監喬立森科威稱 由於法院這項裁決今日德州的孩子比較安全 保護兒童免受有害和危險變性手術 和青春期阻礙劑的侵害 符合兒童的最大利益也是我們贊同的 8月31日前 總統特朗普對阻止亞洲富爾頓院檢方指控他 企圖顛覆該州2020年總統選舉結果的刑事起訴拒絕應罪 並拒絕參加下星期在富爾頓院高等法院舉行的審前聽證會 今個月早點的時候 富爾頓院地區檢察官方來威尼斯公布起訴書 讓特朗普和他18名同伙稱作為犯罪集團 指控他們陰謀推翻阻止亞洲2020年總統選舉結果 將拜登獲勝改成特朗普贏得連任 據起訴書開述了特朗普犯罪集團 試圖讓他繼續掌管白宮的計劃 阻止亞洲法律允許刑事案件被告人放棄 親自出庭審前聽證會 並且通過法庭文件提出擴辯 以前有媒體爆料說前總統特朗普 告訴保守派媒體人格倫·貝克聽 如果再次當選總統,他將起訴他的政敵 8月29日,貝克在Blaze TV節目中對特朗普說 你在2016年說過將希拉里關起來 當你成為總統後,你說我們在美國不會這樣做 這不是正確的做法,但這就是他們正在做的事 貝克問特朗普你有沒有後悔沒有將他關起來 如果你再次擔任總統,你會不會將他們關起來 特朗普回答是,你沒有其他選擇只能這樣做 因為他們民主黨人正在對我們這樣做 他還說我非常尊重總統你一個職位 拜登試圖起訴我,他現在就這樣做 特朗普稱他以前對拜登都是手下流程 並沒有那麼凶狠地攻擊他 8月31日,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托馬斯披露 2022年共和黨大金主哈蘭克勞 曾請他乘坐私人飛機去德克薩斯州演講 並為他在紐約州豪華莊園到家旅行支付費用 托馬斯還披露他去年5月乘坐私人交通工具旅行 是因為沒多久之前最高法院重審了 羅素偉德案的意見書洩露後 安全風險有所增加 托馬斯當日公布的最新財務披露報告 還修改了之前的報告內容 納入了此前不慎為漏的信息 包括托馬斯和黑路2014年的一筆房地產交易 值得注意的是大法官托馬斯 近年來一直受到財務披露方面的質疑 包括無色當地披露由富豪朋友資助的豪華旅行 房地產交易、接受歸眾、贈禮等 托馬斯的一名律師發表聲明說 托馬斯沒有故意違反道德規範 之前的報告錯誤迅速無心之過 大法官托馬斯和共和黨 互相黑路的長期往來關係 最早由ProPublica透露 托馬斯後來承認了他是兩個人的私人友誼 但強調未和黑路在法律業務上有往來 他還說他之所以沒有披露多年來的一些旅行 是因為當時有人告訴他這些內容 無必要要披露 8月31日負責國會大廈醫務工作 製作的醫生布萊恩莫納漢告訴媒體 參議院少數黨領袖 麥康奈爾身體狀況良好 可以按計劃繼續執行他的日程 前一日現年81歲的麥康奈爾 橫塔基州卡溫頓的記者會上 出現了約30秒的失語狀況 當記者問他2016年會否競選連任時 麥康奈爾似乎陷入了法僵的狀態 繼7月份在國會大廈新聞發布會上電影站失語後 這是他第二次出現這類情況 8月31日 國會醫師莫納漢稱他已經 詢問過麥康奈爾的健康狀況 並與他的神經病學團隊諮詢 莫納漢說評估了昨天的事件後 我已經通知了麥康奈爾 他的健康狀況良好 可以繼續按計劃進行他的日程安排 莫納漢特別指出 偶爾的頭暈好像現在的腦震盪恢復過程中並不可見 這亦可能是脫稅的結果 聯邦衛生部官員日前建議放鬆對大麻的管制 此舉為擴大美國大麻市場奠定了基礎 媒體發現的一封信函顯示 維新部助理部長雷切爾·萊曼茲涵聯邦緝毒局局長 安尼米爾·阿拉姆 呼籲將大麻重新歸類為受管制物質法規定中 副表三宗的藥物 有了維新部門的建議 緝毒局現在必須在做決定之前審視 他自己的審查程序 如果緝毒局對大麻重新分類 這將會標誌著 他作為副表埃中物質地位發生重大轉變 副表埃中包括海洛恩、LSD及遙投院等 具有高濫用風險的藥物 目前大麻作為副表埃中物質地位表明 在沒有供應醫療用途的情況下 他被濫用的可能性很高 聯邦分類已經與很多州的法律相衝突 後者允許大麻用於娛樂消遣 亦可用於治療從青光雅到焦慮症等各種疾病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 我們下次再見